我坐在偌大的双人沙发上一直等到了凌晨三点半,陆赵南就是在这时候回来的。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他似乎喝了很多酒,眼角是红的。 我扶着他到床上,给他脱下西装外套和长裤袜子,换上干净的睡衣,仔细给他擦了脸。 他的胡茶有些扎手,不过摸起来挺性感的。 每次跟他同床的时候,我都喜欢去摸他的喉结和下巴,那种粗糙的痛感让我感觉真实和踏实。 陆赵南迷户间睁开眼,好看的眉目先是皱着,随即又慢慢舒展开来。 他牵了牵嘴角,辛苦了。 他的声音非常好听,像是低沉又凛冽的山泉,加了薄荷跟碎冰揉碎在午夜的清酒里。 我纯眸看着他那双漂亮的眼睛,一肚子委屈,瞬间冲上鼻尖。 陆赵南,今天是我们结婚五周年纪念日。 你晚上去哪了?为什么没有准时回家? 不能准时回家,好歹也给我打个电话,实在不行,发个消息也行啊。 我越说越卑微,好像怎么样都行,只是,至少要说一声,他将我揉进怀里,拿下巴搁在我发顶, 对不起,临时有应酬,就没来得及给你打电话。 对了,你的礼物在门口,要不要看看? 嗯,对啊,全部都是香奈儿的最新高定,白色的裙子很适合你,比起他本人,我对礼物明显兴致奄奄。 陆赵南的声音越来越疲惫,我看得出来他醉了,是在强撑着意识跟我说话。 看到这样的他,我就一下子心软了,我还做了清蒸桂鱼呢。 我想你哄我睡觉,我们睡觉好吗? 陆赵南听到这四个字,似乎呼吸一下子迟钝了半拍,他不再说话。 眼角红通通的,似乎有心事。 我很少看他这个模样,因为陆赵南一般急电喝醉了,也很少会流露出什么情绪。 见他呼吸渐渐停稳,我试着调整被他圈在怀里那种不舒服的睡姿,一边偷偷抬手,想摸摸他的眼尾。 陆赵南的眼皮很薄,眼尾很长,这会儿散着淡淡的新红色,非常性感。 陆赵南这时却突然半眯着睁开眼睛,眼神有些迷离地看着我。 那样的眼神又温柔又带着原始的欲望,他突然用力地将我禁锢在他怀里,贪婪地嗅着我身上的味道,是那种育而不俗的香水百合气味。 知青,陆赵南低沉的声音在我耳边撕磨着,你终于回来了,快过来让我抱抱,猛然之间,我浑身像是坠入冰窖,从头皮一直凉到脊椎骨,动弹不得。 我僵硬着听他呢喃着这个名字终于明白,陆赵南只是偶尔地爱着那个,无恙像极了宁知青时的江五。 看外面花园里的香水百合,静静地在水中随风摇摆,真的纯净,漂亮极了,就像宁知青一样。 我把红玫瑰染成白色,终究也不是百合花,就像替身终究敌不过正主。 江五再怎么像宁知青,也不是陆赵南争的白月光。 我叫江五,跟陆赵南结婚五年,今年二十八岁。 陆赵南今天早上打电话跟我说,晚上没有应酬,会准时回家吃饭。 我虽然表面上只是淡淡地回应,心里却乐开了花,放下手机便立马开始看起了菜谱,想着晚上商没几道菜合适。 今天不一样,不仅是我和陆赵南结婚纪念日,还碰巧撞上了七夕节, 而且这也是第一次陆赵南说要回来陪我过纪念日。 陆赵南从来不是个浪漫的人每年送我的纪念日礼物大同小异, 而且几乎都是让私人助理代替他本人,送到我手上的。 不过我不在乎,陆赵南这个人被伺候惯了,的确很少会考虑别人的感受。 他能有这份送我礼物的心就很好了,我一向想得通透。 算起来,好像也有段日子没见到陆赵南了。 他负责运营整个公司,平时都睡在公司旁边的富士公寓里, 有专业的家政阿姨来负责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我说过要搬过去帮忙,反正我结婚后没有继续工作, 身为妻子,照顾陆赵南也是应该的。 可陆赵南并不愿意,只难得回来吃个饭,连留宿都很少。 拒绝我的原因只有一个字,忙。 我哼着字编的歌曲打开冰箱,里面的食材丰富,刚刚好够。 只要再出门买一条鲑鱼就好了。 我记得没错,上次他在餐桌上提过,还想吃我做的清蒸鲑鱼。 不放松,只要蒜叶的那种。 其实我生来一直是个娇气的人,在婚前曾短期租住的公寓, 私人厨房就是个摆设,更别说碰什么生肉生鱼了。 但陆赵南一届北方人,居然却对鱼类情有独钟, 而我,恰好又对他这个人情有独钟。 于是,婚后我专门花了几个月时间, 报了个天价厨艺培训班, 费尽心思克服我对鱼肉生鲜的抗拒, 研究不同种类鱼的做法给他吃。 陆赵南对这个十分受用, 而我细心地注意到, 每一次我做清蒸鲑鱼, 他看我的眼神便会从淡漠转向无尽的温柔浅犬。 一般那样的时候, 晚上无论我如何撒娇和黏人, 他都会任凭着我胡闹, 很好说话。 事后还会一边亲吻我边哄我入眠。 我买了鱼回家, 窗外却突然下起了暴雨。 我一边担心他归途不顺, 又猛然想起来, 一楼花园里, 陆赵南刚花天价买的百合花圃还未制棚, 我他拉着拖鞋便从厨房跑了出去, 满脑子都是上一次, 他的百合花背雨淋坏枯萎的时候, 那副心碎的脸孔。 奈何我跑得太急, 楼梯台阶又高, 不小心崴了脚。 我的膝盖蹭在冰凉的瓷砖地板上, 发出枝哑的响声, 蹄肤上亲子晕开一大片。 过不得剧烈的疼, 我冒着雨浆棚搭起来, 在进屋已经是狼狈不堪, 而我脑子里只觉得侥幸。 幸好, 陆赵南喜欢的百合花没有被淋坏啊。 我赶紧洗了个澡, 在满是白裙子的衣橱里, 挑出了最新的那一条, 刚好盖住发青的膝盖, 露出纤细白嫩的小腿。 我每次把自己弄伤穴, 若是沾到了裙子, 陆赵南看到, 都会发很大的火, 所以我尽量小心翼翼。 我换好了裙子, 又仔仔细细洗了脸, 涂上西柚粉的淡色口红, 把自然卷的黑色头发, 用直发书整理得顺滑妥贴。 现在是晚八点, 我将除了清蒸桂鱼的其他菜, 都细心地热了一遍。 清蒸桂鱼还在蒸锅里嫩着, 我实在不敢拿出来, 因为凉了之后再热, 路照南会嫌腥味重的。 大雨早就停了, 梅雨季节, 震雨来得猛烈, 去得也快。 我盯着手机, 整整两个半小时, 终于坠坠不安地给他打了电话, 结果, 连这十几个, 他一个都没有接。 我坐在沙发上湿了身。 在这之前, 我真的无比盼望, 他今晚亲手将纪念日礼物交到我手中, 对着满桌子的菜, 露出一个难得到不能再难得的笑容。 看在日子特殊的份上, 说不定陆罩南还会与我讲讲工作上的压力或是成就,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似乎是我在遇见陆罩南之前, 当时在医院住着院, 抑郁症病状最重的那段时间, 读到的一本很有名书, 里面非常出圈的一句话, 若是能避开猛烈的欢喜, 自然也就永远不会有悲痛的来袭。 之后就发生了开头那一幕, 与我结婚整整五年的丈夫, 压在我身上, 情动之时, 喊了别的女人的名字。 我浑身颤抖着, 接受这个事实, 负责任的以妻子的身份, 配合着她结束了这次床子之欢。 从头到尾, 她都在喊命之轻的名字, 每喊一次, 便更加用力一回。 我的眼泪也不知道是因为身上疼, 还是心里边疼。 陆赵男有个很爱的前女友, 叫宁知青, 我之前只是略有耳闻。 不太了解, 她是豪门世家的贵小姐, 她是白手起家的商业精英, 年纪轻轻, 便在业内展露头角, 前途无量。 而我叫江吴, 本是个流连于夜色的风尘绝色女子, 和这两人别说八杆子了, 八辈子也打不着半点关系。 与高雅清零的千金小姐宁知青不同, 我热爱一切火热张扬的东西, 比如烈酒, 比如红裙, 比如十公分的高跟鞋, 性感的蓝调正红色胭脂。 我从不穿乖巧的衣服, 头发也一直是急腰的黑色大波浪, 浑身透着一股魅气。 人人都说我漂亮高傲的, 百闻不如一见, 我却自知我的堕落。 这样的烂俗生活, 我还能过多久? 那天夜里, 我下班之前头晕得厉害, 在出口处不小心碰倒了一位客人手中的红酒。 那位客人大概有四五十岁, 两边已经有些白发, 动作言语很沉稳。 不难看出, 非富即贵, 修养也非常好。 他并未怪罪我, 还立即拆人去隔壁服装店买了一条裙子, 让我在洗手间整理好仪容再走。 我在更衣室盯着那条白棉裙, 不情不愿地换上这与我气质格格不入的衣服, 索性将烟熏装也卸了, 素面朝天地穿着平底鞋, 就走了出去。 我就是这时在酒吧的抽烟区看到陆罩男的, 他低垂着眉眼, 手里夹着烟。 我看不清面孔, 但可变其轮廓的硬朗, 看起来还不满三十岁, 很年轻。 身边的人陆续走过, 都会跟他打招呼示意, 似乎地位不低。 他周遭的烟雾总在被打散, 又重新再聚拢起来。 陆罩男指南的点头, 算是作为对那些人的回应。 他身边站着, 方才那个看起来似五十的男人, 两人似乎有什么话在谈。 陆罩男的眉眼一会舒展, 一会又促起来, 像是与之有什么意见分歧。 他周身散发的精英气质, 一下子便吸引了我, 我窘迫极了, 暗暗则怪自己, 怎么能穿成这样, 就站在他面前。 陆罩男的烟然劲, 他随手搁置在一旁的架子上, 抬眸便对上了我略显慌张的模样。 虽然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但我明白陆罩男看见我时露出的那种眼神, 那是属于男人特有的, 被一个女人吸引的眼神。 可能社会精英追求人的方式, 不能和普通富二代相提并论, 陆罩男第二天便找上了我的住处。 这位商业精英, 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更是令我震惊地用了许久时间才消化。 陆罩男说, 姜吴, 你让我娶你吧。 当时我刚睡醒, 身上恰好还是昨天那条白棉裙, 头发有些凌乱, 思绪也一块乱了。 围着门框, 难以置信地笑了, 陆先生已知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姓是名水, 家底如何, 人品又怎样, 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要娶我呀。 也不知道这算是脑子不好, 还是以动弄人为乐。 我当时盯着他复杂的表情, 觉得是前者可能性更为大一些。 姓姜名吾, 海南人, 目前家中无牵无挂陆罩男顿了一下, 人品很好。 我觉得有趣了, 你是得用多大的勇气, 才能说出最后那句连我都不信的话呀。 陆罩男似乎有些手足无措, 他深深地看着我, 像是透过我的身体在看另一个人, 我没有违心, 你就是这样的。 那时的我, 听到这句简简单单的, 甚至都没法辨别真假的话, 差点就哭了出来。 我其实不傻的, 我一直知道他心里有另外一个人。 可是这真的敌不过我喜欢他呀。 陆罩男主动追求的我, 从恋爱到结婚很顺利, 只用了短短一个月时间。 他说, 爱初见我那天的淡色妆容和白棉裙, 那我就扔掉了所有性感的裙子和口红, 把大波浪的头发定时去理发店拉直, 往他喜欢的样子上靠拢。 陆罩男出手大方, 确认恋爱关系那天, 便给我买了新的富士公寓, 房产证上写的也是我的名字, 说是送女朋友的礼物。 他送的更多的是各种款式的白裙子, 和西幼色的口红, 还有香水百合味道的淡系香水。 红尘之上那朵妖艳热情的红玫瑰, 再也开不起来了, 似乎江湖从未那般张扬过。 可尽管没有婚礼相逼和亲友见证, 我扔掉众星捧月的过去, 还是觉得甘之如頤。 毕竟,陆罩男是我失去一切之后, 第一个愿意接纳我的人。 一直活在痛苦和虚伪里的人 到底需要多少爱才能填满呢? 只要一点点爱就够了呀。 我是在一次宴会上听到宁知青的名字的。 那是陆罩男第一次带我参加宴会, 酒肠尾声, 我独自去了一趟洗手间。 隔壁有女人咕弄了一句, 陆总这回待的似乎和去年不是同一个呀。 另一个女人的声音从更远处响起, 你不说我还真没发现呢, 那个女人是姓姜吧? 似乎不是哪家贵小姐呀? 是啊, 不过长得跟宁知青可真像, 就是气质不一样, 到底宁家出身高贵。 也不知道那个女人哪里找来的, 想想也知道, 陆总肯定拿她当宁知青的替身了呗。 高跟鞋的声音哒哒哒渐行渐远, 我才敢推门从洗手间出来。 我对着镜子练了好几遍淡定的仪容和表情, 才转身回了包间。 陆罩男坐在包厢沙发上, 双腿优雅地交叠着, 侧生问我, 怎么去了这么久? 头发烂了, 找服务员去了备用化妆间整理一下我看着她, 我好看吗? 其实我语气是有些慌乱的, 陆罩男似乎皱了皱眉, 转头看了刚回来的另外那两个女人一眼, 最后也没多说什么。 而我当天晚上, 疯狂地向陆罩男索取, 她动作也轻柔, 像是试图安慰我或是掩盖什么一样, 对我百依百顺, 我靠在她怀里, 一夜无眠, 其实就算是替补又怎样, 我陪着她越久, 她便越爱我。 陆罩男是爱我的, 我对自己这么说的, 我后来却搜集了许许多多有关您知青的消息, 我的人脉并不广, 但胜在杂, 拼凑了个大概, 也不过是二人敌不过家庭的差异。 您知青选择出国深造回来之后, 准备接受家庭免姻安排, 很老套的戏码。 我知道她喜欢吃鱼, 是因为宁知青喜欢吃鱼, 她喜欢香水百合, 是因为宁知青身上的味道, 她喜欢白棉裙黑肠植, 也是因为宁知青, 我不在乎。 即便我对百合花粉过敏, 我害怕生鲜, 我讨厌白色, 我也愿意去照顾她的喜好。 我除了模仿宁知青的种种, 在她的生活上, 还是无巨细都样样俱全, 挑不出一点毛病。 我尽心尽力地做到了一个好妻子的职责, 整整五年来, 夫妻相敬如宾。 我做得够好了, 陆罩男回应虽总是淡淡, 但我看得出来她是开心的。 只要这种平衡不被打破, 我能就这样甘之如意一辈子。 我将无一向敢爱敢恨, 爱一个人便会用整个生命去爱。 但若是不爱了, 那也会走得干干净净。 结婚纪念日过去没几天, 陆罩男说她要出个差, 去米兰跟一个时装设计展览的项目。 我神色自若地替她整米行米香, 随口答了一句好, 可心里却乱如麻。 陆罩男出差, 从不说她去哪儿。 她今天似乎心情不错, 话也很多。 出发前她抱着我, 亲吻我的额头, 是不是舍不得? 放心, 我一个星期就回来, 我保证。 好, 我笑着回应, 等你回来, 给你做好吃的。 前几天做的饭菜, 一口一口都没有吃到, 我给她最后整理了一下领带, 服服帖帖的。 这一回, 可别再让我白忙活了。 陆罩男神色稍顿, 回了我一个好。 我目送着她坐上出租, 陆罩男一次都没有回头。 我回到家, 蜷缩在沙发上, 暗自苦笑。 你来。 宁知青出国深造的地方, 什么服装设计展, 分明是宁知青的订婚礼。 还好,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吧。 我对自己说, 陆罩男亲眼看见宁知青 带上别人的对见, 就该死心了。 宁知青最后顺了家里的意, 跟一家企业进行商业联姻, 挺好的。 在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她收到了来自宁知青的请柬, 一个人喝得烂醉如你。 然后她回来抱着我, 红着眼眶让我穿白年裙子, 低声喊宁知青的名字。 原来, 我江湖从未在陆罩男心里, 拥有过片刻的真实性命。 那天下午, 北京的天气久违地好, 阳光温热, 街上车流熙熙攘攘。 我路过一家花店, 鬼使神差走了进去。 五年来, 我从未让自己身上沾染别的花的味道, 因为路罩男不喜欢。 花店里我扫了一圈, 居然没有百合花。 我盯着两朵红玫瑰出神头顶上方, 突然传来一个清臭温润的声音, 这两只红玫瑰开得很好, 要给您包上了。 我淡淡, 好啊。 我抬摩对上花店老板的眼睛, 对面同我一样惊叉。 江五, 姐姐, 阮东阳, 来不及叙旧, 我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来店人备注式老公。 阮东阳看了我一眼, 我示意他不用回避, 单手摁下接听。 江五, 我们离婚吧。 路罩男语气很平, 似乎是在同我说, 米兰的天气跟今天的北京一样不错。 我说, 好的, 语气平缓的连我自己都震惊。 对面明显也愣了一下, 或许路罩男以为我会崩溃或是哭闹, 亦或是祈求和要个解释, 但我没有。 我很冷静地挂了电话, 对上阮东阳的眼睛, 笑着说, 好久不见。 你大学应该毕业了吧? 阮东阳, 嗯, 国外上的大学, 早就毕业了。 你, 你都结婚了? 不, 我晃了晃手机, 就在刚刚, 我离婚了。 阮东阳, 啊, 抱歉, 我朝他摆摆手, 没有的事, 和平分手。 我看着店里的玫瑰, 开心地笑了, 我今天开心, 哪一种都给我包一朵吧。 阮东阳送我出了店门, 给我的话没有收钱, 说算是久别重逢的见面里。 我和阮东阳, 都出生在海南岛的一个小镇, 它是我邻居, 比我小挺多的。 如今一见, 倒是比我还高不少, 我得仰着头, 才能勉强看清它的眉眼。 它问我, 离婚后在北京要做什么? 我问他, 花店却加盟吗? 解禁我来出钱, 只做甩手掌柜那种。 阮东阳一愣, 笑着说, 行啊, 我刚好缺资金。 对了, 我现在怎么称呼你比较好? 我当时对他这缺资金的话, 不宜有假, 只转身叫了辆出租车, 随口答道, 江湖, 就好。 陆赵南刚飞机落地, 就给我打了电话, 恨不得立马跑到民政局去。 我立马收拾好所有离婚, 要用的东西, 换上了红裙子高跟鞋, 涂上了五年, 没有涂过的正红色口红, 对他说, 走吧。 陆赵南明显对我这身装束不太习惯, 但也最后没说什么。 我们夫妻共同财产很多, 陆赵南没说什么, 都按比例给了我, 我都欣然接受了。 他欠我的, 能用金钱弥补多少呢? 出了民政局的门, 我隔着茫茫的人群, 一眼就看到了宁知青。 真可笑, 我先前从未见过他真人, 但却如此笃定, 那就是宁知青。 陆赵南对我说, 抱歉, 江湖, 我真的, 实在忘不了他。 我点点头, 闻住你幸福。 他一愣, 两久才开口, 你好像变了很多。 我笑了, 是吗? 那太可惜了。 陆赵南, 我其实一直都是这样的。 陆赵南叹了口气, 我知道了, 你要保重。 最后再说一次, 对不起。 我轻笑着摆手, 没必要, 再多说, 要烦了。 他牵着宁知青的手离开了, 这一次我看着他依旧不会回头的背影, 定没有觉得苦涩。 我删除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和照片, 拎着为数不多的行李, 搬去了离原来住处很远的一处自己买的公寓。 阮东阳那天站在小区楼下等我, 远远地向我招手, 江湖, 走啊, 请你吃饭。 后来的很多年里, 我脑海里都经常浮现出他站在树荫下的这个画面, 阳光洒在他年轻英俊的脸上, 他的声音清澈好听。 而我的心停停静静掀起一丝连, 自己都看不见的涟漪。 离婚后一个星期, 我约阮东阳继续谈和开花店的事情。 我穿着最喜欢的衣服, 化着最漂亮的妆, 感觉北京的PM2.5都能好闻起来, 从没觉得这么自由过。 但我的好心情, 在看到那辆银色豪车的时候, 全然消失。 依旧是我熟悉了数年的西装革履, 陆罩南从车上下来, 看我的眼神分外浅全。 我毕竟熟悉他, 陆罩南即便穿得整齐, 眼里依旧藏不住疲惫。 嗯, 怎么回事? 出什么变故了吗? 这时候不该是他和新欢, 哦不对, 准确来说是旧爱, 你浓我浓, 狼情惬意的时间吗? 怎么反倒看起来像散了偶似的? 我疑惑, 却并不关心。 我一向是个在感情上十分极端的人, 不爱了就是不爱了, 放手得明明白白。 陆罩南赖开大步走到我面前, 江吴跟我走。 我立马拐弯, 不好意思, 不太空。 你去干什么? 搞事业, 我轻飘飘回他。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都不用做这些的, 以后你也不用做。 什么意思? 我有点气急返向, 不会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吧。 陆罩南手抬起又放下, 江吴, 我错了。 我爱的, 只是五年前我想象当中的那个宁志青, 他这么多年在国外, 已经和五年前相差太大了。 陆罩南叹了口气, 我不爱他了, 你回来好不好? 我来给你服个软, 你能不能原谅我? 我心里好笑, 陆罩南, 你以为我是什么? 你招之急来, 挥之急去的东西吗? 我语速缓慢, 停静地开口,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现在还有自己的事情, 希望陆先生自重。 江吴, 陆罩南想拉住我, 你还要跟我闹到什么时候? 闹的是我吗? 我笑了, 陆先生, 您真的有三十岁吗? 说出来的话跟小学生似的, 我们好聚好散, 你就算说喜欢我, 那也是喜欢像你眼中那个宁志青的我。 我指着自己, 现在这个, 才是真的我, 懂吗? 陆先生。 我拜托您, 请您不要来打扰我了, 我已经有自己的生活了。 不是的, 你听我解释。 陆罩南慌了, 我看着他的脸孔, 觉得真的很可笑。 结婚五年来, 他第一次露出这样的表情, 居然是在这样的场合。 而我和他的身份像是颠倒了一般, 换成他在祈求, 我能多看他一眼。 我已经习惯了, 有你的生活。 宁志青, 他真的已经不是我想的那个样子了, 我跟他昨天已经分手了, 我求求你姜吴, 其实, 别拿突如其来的倾诉欲来恶心我。 我缓缓道, 陆罩南, 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这话轮不到, 我告诉你。 陆罩南失魂落魄地看着我, 我却无动于衷, 只怕错过了约定谈合作的时间。 我最后对他勾起一个礼貌的笑容, 感谢五年来陆先生在金钱方面的照顾, 从今以后, 我们好去好散, 不再见。 我迟到了与阮东阳的见面, 我一脸抱歉, 他却云淡风轻, 男生等女生, 正常的吗? 你倒是看得开呀, 我心情也好起来, 可你看起来心情一般阮东阳将毛血旺推到我面前, 诺, 你以前最爱吃的, 重油重辣, 今天方便吃的吧。 我开心地笑了, 你还记得这个呀? 我好久没吃了, 今天得吃个够。 刚才心情是不太好, 见到前夫了我淡淡的, 阮东阳不置可否, 回应很淡, 嗯, 想讲吗? 我可以听, 他看着我, 我摇摇头, 不聊, 不提他, 我以前样样以他为中心, 现在我只想好好过我的生活。 好阮东阳开了提酒, 要不要喝点? 喝, 我跟他碰杯, 咱们真不像在谈合作, 哈哈, 倒像是, 本来就是老友聚会他接过我的话, 下午有什么事? 逛街, 我狼吞虎咽, 买衣服。 好阮东阳点头, 像是很满意的样子, 我下午没事, 给你拎包吧, 作为报答, 晚上你给我做顿饭。 行, 但是真正到去逛街, 我在一家店挑了好几件裙子都觉得不错, 从更衣间出来时, 阮东阳居然已经替我付了钱, 我以前跟的是人人都得喊一声陆总的陆赵男, 衣服品牌自然价格不菲。 你哪来这么多钱, 我吓了一跳, 之前在国外, 参加的设计比赛比较多, 拿了不少奖, 其实那个花店, 我是当爱好在做的, 我也就刚好那天在。 阮东阳笑颜意义, 还有, 你身上这个品牌, 我已经在他的设计师之列了。 江吴, 你是不是不知道, 我国外读的设计? 他说的云淡风轻, 但我毕竟跟了陆赵男这么久, 也见过世面了, 他说的大概是一笔怎样的巨款, 我能想得到。 原来是这样, 真为你高兴。 说完, 我又愣了一下, 那你跟我谈什么合作? 你又不缺钱? 还有, 你有钱, 那也是你的钱。 这衣服不能你给我买, 看他想要反驳的样子, 我立马拉下一张脸, 软东阳, 听不听长辈的话, 小心晚上没饭吃了。 软东阳立马举手投降, 好好好, 姐姐我知道错了, 千万别赶我走。 这话题嘻嘻哈哈就这么过去了, 但我刚才刻意避过的话题, 是我错过的, 软东阳的大学时光。 其实, 以前的我是偷偷喜欢过软东阳的。 他小我五岁, 我也看得出, 以前他也喜欢我。 那时候我还年轻, 从没想过那么多。 在他高考完那年, 我二十三岁, 我本来是想要跟他表白来着, 可是, 我最后连他读了什么专业, 都不知道, 算了不想了。 总之, 过去的, 都过去了。 我没有想到的是, 第二天在我小区门口, 跟前一天一样, 又停了一辆豪车。 并且, 是陆赵南那熟悉的车牌熟悉的味道和熟悉身影等等。 这身影可不熟悉。 我看着这般年裙跟服帖的黑长直, 从车上缓缓走下来的时候, 不禁醋眉, 宁小姐, 宁长青, 他开着陆赵南的车, 带着那阵, 我五年来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香水百合气息, 优雅地站在我面前。 说实话, 单看装束, 我的样子非常像个小说里的恶毒女配, 下一秒像是要推女主一把一般。 他朝我微微害手, 表示打招呼, 随后浅浅地笑了, 久闻大名了, 江小姐, 方便一起吃个便饭吗? 他态度诚恳, 但我并不想多留。 本着尽快解决不留问题的想法, 我往小区门口扫了一眼, 转头对他说, 就门口那家星巴克吧, 我还有事。 我们之间, 应该没有那么多话, 还需要促膝长谈。 在靠窗的位置坐下, 我点了一份蓝莓慕斯, 宁知青只要了黑咖啡。 我们分手了, 宁知青开口就是这一句。 我无波无蓝, 切了一块蓝莓慕斯放进嘴里, 我知道。 那, 你还要去找他吗? 我放下叉子, 他昨天找过我了。 宁知青倒吸一口冷气, 我醋梅, 宁小姐, 我并不是你的敌人, 你们的分手是你和陆赵南的事, 与我无关。 你们的事情, 我也在不想有任何牵扯。 这样说, 我表达得明白吗? 我继续拿起叉子。 宁知青垂下眼眸, 姜吴, 求你帮帮我吧。 我又笑了, 宁小姐, 这话荒唐了。 我何德何能, 可以帮你什么, 我现在还是个无业游民的。 权力和地位我更是没有, 你不会没听说过我以前是干什么的吧? 宁知青红了眼眶, 你别这么说。 姜吴, 你告诉我吧, 怎么才能让他爱我? 我, 我需要他爱我, 我求你了姜吴。 我的脸色越来越莫名其妙。 你不知道, 我们分手的前一天, 他喝得烂醉, 抱着我, 喊你的名字。 我哑然失笑, 宁小姐, 你这样是没有意义的。 你如果爱他, 当初就不应该那么决绝地离开他, 让我有了所谓的可乘之机。 我不能和他分手, 我离不开他, 求求你告诉我你到底是, 宁知青, 你爱他吗? 我听不下去了。 宁知青错落地看着我, 许久之后发出一声苦笑。 你太聪明了。 姜吴, 我若是赵楠, 我也会喜欢你。 我摇摇头, 你跟我想得太不一样了。 爱不爱一个人, 其实是很明显的。 你跟我说话的态度, 根本不像是现任对前任, 反倒是在谈商业合作, 如此诚恳, 根本不符合一个女人 对爱人的占有欲。 我以前是爱他的宁知青, 漂亮的一双眼眸颤动着, 后来不爱了。 我点点头, 人都会变。 所以, 你更应该知道, 我不爱陆赵楠了, 他怎么样, 也不再关我的事了。 我正色着看他, 眼里无悲无喜, 您小姐, 活成什么样子, 真就非得靠着别人的权力和背景了。 您知青愣住, 我们家的情况, 他似乎很纠结, 出现了一些问题, 跟原来的联姻家族没法从根本上解决, 而陆赵楠在这些年里, 已经比你原来的选择有更大的权力了。 是吗? 我再度失效, 您小姐, 国外顶尖大学毕业的设计师, 不该被这样牵制的。 我起身收拾东西, 忽然又想起了什么, 手上动作一顿, 我认识一个人, 他也是只身在国外待了数年, 没有好的家庭和出身。 我并不觉得, 您小姐, 你会比他差到哪里去? 说完, 我笑着转身, 留给宁知青一个潇洒的背影。 第三天, 我晚上下楼拿网上订购的新鲜蔬菜和肉类, 在看到一辆豪车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已经可以, 云淡风轻地准备迎上去, 说一声晚上好了。 但是, 车窗缓缓下降的时候, 我又震惊了。 软东阳, 软东阳从车里下来, 高大的身影瞬间挡住了我脸上的阳光, 洒下一片舒适的阴影。 能蹭饭吗? 他指指我手上的菜, 昨天吃了你做的菜, 今天吃什么都没胃口。 语气像是在问问要糖吃的小孩子。 我笑笑, 那你洗碗。 没问题, 软东阳说是这么说, 进了屋却没闲着。 他先是帮我洗好了菜, 我从厨房出来时, 他连地板都拖完一圈了。 昨天来一趟都没来得及收拾, 现在补上。 软东阳笑起来总是人畜无害的模样, 头发松松软软地垂下来, 年轻的气息扑灭而来。 我忍俊不禁, 吃饭吧。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软东阳往我碗里加了一块糖醋排骨, 以前的姐姐, 连糖和盐都分不清, 别说糖醋排骨了, 生肉都不敢拿。 结婚了, 自然就会了我淡淡回应。 软东阳沉默了一会, 对我说, 姐姐,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跟我在一起。 我手一抖, 筷子差点没握住。 我清了清嗓子, 软东阳, 我结过婚了, 还离婚了。 并且, 在结婚之前, 我在夜店工作过一段时间。 他点头, 像是在同意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知道啊, 知道就好。 那么, 我以一个快要三十岁的长辈身份, 拒绝你。 我很干脆, 快吃饭, 年纪轻轻地干嘛给自己找不痛快, 我就当你这句话没说过。 软东阳似乎很失落, 没过几秒, 语调却又重新养起, 像一只期待值满分的大狗狗, 那一位二十八岁的, 邻居大姐姐的身份, 你能考虑一下我吗? 他脸部轮廓很硬朗, 人也是肩宽腿长的, 眼睛却很轻亮单纯, 因为刚刚在洗手间洗过脸, 软东阳有几柳潮湿的发间纠缠在一起, 乖顺地贴在额角, 我不争气地咽了口吐沫。 实色性眼, 这年轻的脸蛋是个姐姐都爱, 只是, 软东阳对我不一样, 他很重要。 我站起来收拾碗筷, 东阳很多事情, 在这五年的过程中, 已经变了很多了, 就像我的前夫, 和我离婚, 是为了去寻找他五年前的爱人, 到最后却发现, 对方已经变得不像原来那个他了, 这个时候他再后悔, 也就没有用了, 你知道吗? 我说话很慢, 状态也很放松, 我好不容易见到一个 以为这辈子不会再见的朋友, 你偏要我失去这个朋友吗? 我说的决绝, 以为软东阳会在反驳什么, 都已经做好了下一轮的发言, 可他只是站起来, 默默将桌上清理干净, 把东西都放进了厨房, 然后开始洗碗, 哗啦啦的水声能够令人清醒, 我站在原地, 等着他的回应, 软东阳将碗筷在洗碗机里 做最后的消毒, 然后转过身向我走来, 一步, 两步, 三步, 太近了呀, 我发誓, 我是想后退来着, 软东阳伸出手, 轻轻将我搂在怀里, 姐姐, 我没有再逼你, 你也不要害怕, 他的声音很轻, 似乎是诉说多余安抚, 姐姐, 家里的债, 我都给叔叔还清了, 我瞳孔皱缩, 你怎么会知道, 那一年, 也就是软东阳高考结束那天, 我才知道, 我父亲染上毒瘾,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 父亲酗酒跳牙, 债主打电话, 找上我说, 我爸死了, 让我等着还债, 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同一天, 我与父亲从小就相依为命, 我不是亲生的, 父亲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 那时候我大学刚毕业, 什么都不敢想, 抓起我枕头下的两百块钱, 连夜买了车票, 就往外跑, 我一路跌跌撞撞飘到了北京, 我长得漂亮, 但连一张身份证都不敢办, 还好有地方收我, 我成了夜店卖酒不卖身的红玫瑰, 日日夜夜醉酒生歌, 用最干净的身体, 做着最堕落的事, 路照南像是我的救命稻草, 可是我不敢说的一件事是, 其实我也在把它当替身, 他们的侧脸, 在某一个角度, 很像很像, 阮东阳太好, 太暖, 太善良, 太鲜活, 他不该喜欢上这样的我, 不该喜欢上, 懦弱, 愚蠢, 无知, 只知道抓着钱就逃跑, 偷偷把本该属于他的爱, 给另外一个人的姜吾, 阮东阳抱紧我, 你知道吗, 我找了你好久好久, 从我去国外开始, 就在找你了, 姐姐, 你藏得太好了, 阮东阳将头埋在我肩窝, 我花了好久时间, 用了好多人, 才在北京找到你, 我略微抬起眼皮, 什么事, 用了好多人, 我找到我的亲生父母了, 阮东阳像是笑了, 就在高三那年, 有个人找到我说, 我是阮家唯一的血脉, 他们找了我十六年, 我震惊了, 北京的阮家我知道, 陆赵南以前提起过, 说是家里唯一的少爷很小的时候走丢了, 现在掌权人还是在叔叔那一辈, 我想等高考结束, 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带姐姐和养父母一起走的, 阮东阳声音低下来, 我好后悔, 我早一点点跟你讲, 那年你就不会走了吧, 我在他怀里哭得大声, 他都知道, 他原来都知道, 当天晚上, 阮东阳没走, 我问, 你要干嘛, 他看着我, 我汽车没油了, 那你打车回去, 我晕车, 姐姐, 我真无语, 你还能有更别搅的理由吗, 没办法, 绕不过他, 我带他去客房, 却发现客房的床垫, 连塑料膜都没有拆, 崭新的不能再崭新, 所谓可以用的新被子, 自然也是根本没有, 阮东阳穿着我刚出门临时买的男士睡衣, 委屈巴巴地看着我, 我, 阮东阳, 我懂了, 说着, 他抱着本从书房拿的原艺植物与栽培技术, 就开了我靠房间的门, 我盯着他快乐的背影, 之后关灯, 睡觉, 问就是动词的那个, 都不是十几岁的未成年了, 谁说一男一女睡觉有可能是名词的, 再问就是我主动的, 靠, 于是当晚, 我差点腰都被他折腾断了, 真是彻底低估了这小孩, 原来是跟我扮猪吃老虎的, 不禁拳头硬了, 他两手撑在我耳边笑, 姐姐不服啊, 我, 于是第二天, 我这床最后也没下城, 第二天,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看窗帘外透出的光, 似乎已经是白日高高挂了, 感受到身后有人抱着, 我懒得动, 于是又闭上眼, 想再赖一会, 耳边响起软东阳的低语, 还带着些倦意, 醒了, 嗯, 我阴了一声, 你怎么知道, 我根本没动, 直觉, 他声音也很轻, 可能是因为感觉到了, 你饿不饿, 还直觉呢, 你又不是女的, 我迷迷糊糊, 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是不是女的, 你应该知道软东阳语气完美了起来, 嘴唇在我耳边呼出的气阳丝丝的, 真不起, 我可要饿了, 我感到耳根漫起一阵红色, 努力将身体往外靠了靠, 又被他拖回来, 姐姐, 别乱动, 受不了了, 我警告你, 软东阳我深呼吸, 起床气随着脸红而消散了几分, 别拿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我将脸埋在被子里, 我腰疼, 他嘀嘀地笑了, 还咳嗽了一声, 我去给你拿吃的, 三明治还是尖角, 其他的也行, 什么都有, 三明治, 加两份肉, 番茄酱多点, 我最后吐出来这几个字, 继续装鸵鸟, 将被子一拉, 呼啦啦卷走, 美滋滋地吃完东西, 我问软东阳, 你不用工作吗? 要的, 但我是老板软东阳笑笑, 我有自己的工作室了, 只是也会参与其他品牌合作, 你会回软家吗? 我看着他, 会, 但我不会接手那些事业软东阳笑笑, 我对生意本来就一窍不通, 更加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和喜欢的人, 不想去参与商业圈子里那些混乱的牵扯, 姐姐, 其他的所有事情, 我都已经安顿好了一切由我, 放心吧, 软东阳说,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但是不会, 相信我姜吴, 我会娶你, 汪汪汪, 汪汪汪, 在这恰到好处, 适合接吻或做点什么事情的氛围, 我的手机铃声非常不合时宜地响起, 我脸带黑线地一看, 是个陌生号码, 您好, 我接启, 是我, 您知青的声音, 我听得出来, 好的, 殷小姐, 您是有什么事吗, 可以看一下门吗, 我在你家门外, 您知青声音有些哽咽,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已经想骂人了, 但是理智克制住了我, 人, 反正已经是在家门外了, 本人治理一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 我是不得不开门, 阮东阳说, 那我回避吧, 不用, 我头也没抬, 那我去切盘水果, 西瓜可以吧, 我抬头盯着他, 你这是还蹬鼻子上脸, 准备吃瓜了, 我脸黑着去开门, 顺便在内心感叹, 这就是所谓大家族的黑恶势力吗, 我这小门小户的具体住址, 分分钟就查到了, 先前我还以为只能查到小区名字呢, 您知青的脸色明显比之前憔悴, 我见到他最漂亮的时候, 大概就是在民政局门口那次, 赵楠他最后答应娶我了, 他又是披头盖脸, 就给我个消息轰炸, 其实我都快烦烦烦烦烦烦死了, 我忍着火, 然后, 但有个前提, 他一定要再见你一面凝之轻咬着下唇, 看起来处处可怜, 看这面相, 真的很难不令人心动, 我心下叹了口气, 我到底造过什么面, 我不想见我干脆的回绝, 你去跟他说, 见一面没有意义, 如果他能说服我, 告诉我这一面的意义有多重大, 那我可以接受, 否则免谈, 我没好气到, 我的生活已经被你们打扰得够久了, 我根本没有义务帮你, 也没有义务见什么所谓深情的前夫, 我之前好事做了那么多, 也没见到有什么回报, 我真的累了, 特别累, 您知青眼睛红红, 赵楠他真的很想你, 想到得了轻度抑郁症的地步, 你知道吗? 我沈笑, 那我刚嫁给他的时候, 曾经有过两年抑郁症病史, 某天夜里还差点自杀成功, 手腕上被缝了十几针, 他知道吗? 您知青愣住, 我喜欢花, 但唯独对百合花过敏, 他知道吗? 我为他学那些不擅长的菜, 被刀和鱼刺割破了多少次手指, 为了你那道轻蒸鲑鱼, 被蒸锅烫了多少次, 起了多少水泡, 他又知道吗? 每一次受伤, 他都不是在担心我, 只怪我弄脏了白棉裙, 他以为我不知道吗? 那我呢? 我当时又有多疼呢? 我说这些的时候, 脸上没有悲伤, 只有解脱式的笑意, 我当时没有委屈, 是因为我心甘情愿, 现在提起来依旧不委屈, 因为我姜吴, 坦坦荡荡, 求人得人, 从没后悔过。 厨房间的玻璃柜门缓缓滑开, 高大的身影逆着光向我走来, 久等了, 和朋友聊得怎么样, 阮东阳拍摊我的肩, 又揉了一下我的脑袋, 嘶, 怎么还哭上了? 他微微醋眉, 用余光看了一眼凝至亲, 用双手拖住我的脸, 给我看看, 没哭, 我别开眼, 嗯, 没我看错了, 他微笑, 转向明知青, 没什么事情的话, 这位小姐可以自电, 对了, 请问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呢? 我这才发现, 宁知青从刚刚阮东阳推开门, 一直到现在, 眼睛就没有离开过阮东阳, 哎哎哎哎, 咋回事呢这儿, 阮东阳, 你也在北京, 他语气颤抖起来, 我, 阮东阳, 宁知青一句话分两三口气说, 眼里早已经是泪花满满, 我要是个男的, 他这副模样, 我心早就化了, 什么都能给他的那种, 还好, 阮东阳是本大美女江吴的男朋友, 并不是一般男人, 他看着宁知青, 认真地想了一会, 突然打了个响指, 哦, 你是当年大学里, 我们院学生会的吧, 当时负责宣传报纸的, 你要是不说, 我都差点没记起来, 我松了口气, 而对面的宁知青, 明显彻底凌乱了, 像是在理智崩溃边缘, 你, 你和他, 是啊, 江吴她是我从小就喜欢了很久的女孩子, 好不容易才知道了的, 阮东阳无辜地回应, 宁小姐算是我学姐, 挺巧的, 所以还有什么事吗? 没, 没有了, 宁知青走的时候, 我从没见过他那么落魄又失身的背影, 他走之前, 盯着阮东阳看了许久, 我才发现, 阮东阳身上都是青子的吻痕和抓痕, 嘴角还破了, 干, 真是个浪漫的射死现场, 我也觉得可惜又荒唐, 原来宁知青她口中爱的人, 早就在孤身于国外上学的那期间, 就从陆罩南变成了阮东阳, 可生活总是戏怒人, 最失望的往往不是没有回应, 而是迟到的示爱, 最失望的, 是你明明遇见了无数次每次都在主动留意的人, 到最后, 人家根本不记得你这个人曾经是长留于他身边的, 此轻可承年少之追忆, 只带人回首, 早已是事事皆枉然, 宁知青走后, 我把阮东阳拉进卧室又狠狠收拾了一通, 不许质疑我, 就是我将吴收拾他阮东阳, 可不是他收拾我, 虽然最后累到再也起不来床的也是我, 吴吴在被子里, 一份填膺, 你以前认识宁知青, 之前我提到他的时候怎么不说, 我才想起来, 她是我在国外的直系学姐, 但我不知道她的中文名, 阮东阳把我圈在怀里, 我也是刚知道的, 无知者无罪, 姐姐别生我气, 我当然知道, 阮东阳和宁知青干干净净, 她都和宁知青不熟, 也更加不知道宁知青偷偷喜欢的人是她, 只是我有些难过, 说不上来的苦涩和酸楚, 一下子涌上鼻腔, 也不知道是在难受些什么, 阮东阳安抚地拍着我的肩膀, 哭完就好了, 我一直在, 不好的事情都过去了, 我哭完, 又昏昏沉沉地睡去, 再次醒来, 已经是傍晚, 睁开眼睛的刹那, 我看见阮东阳侧脸对着我坐在床边, 一手拿着杯冒着热气的牛奶, 一手拿着电话, 她似乎是低声在交谈的什么, 不笑时, 面孔淡淡的, 看不清情绪, 她挂了电话, 转头刚好与我对视, 醒了, 我吵醒的, 我摇摇头, 不是, 我自然醒, 怎么了吗, 她把热牛奶递给我, 扶着我坐起来, 拿了个靠垫抵在我身后, 姐姐, 和你商量的事情, 好的, 我答应我说, 阮东阳眼里笑意盛起来, 我还没说是什么呢, 我信你, 我低头小口喝着热牛奶, 你说吧, 我在听呢, 这周日, 嗯, 也就是后天晚上, 阮东阳看着我, 似乎语气有些小心, 我们家有个酒会, 我想带你一起去, 路照哪也去, 还有宁知青, 是吧, 我才得到, 不然阮东阳也不会这么问我, 她点点头, 去啊, 干嘛不去, 我把剩下的牛奶递给她, 我又不在乎的, 阮东阳脸了面上的担忧之色, 揉了一把我的脑袋, 那好, 我跟佳人介绍一下你, 我看向她眼底, 阮东阳纯净的眼睛里, 都是星星, 像是在闪耀, 我想当面通知他们, 我要娶你, 没错, 是通知, 不是商量, 第二天, 我跟着阮东阳去选礼服, 离开石路过专柜, 她突然停下脚步, 跟柜台前的人说, 你好, 麻烦帮我把这一条包起来, 我跟着她的目光看去, 掌柜中央, 是一条镶着细钻的白金色颈链, 链下的吊坠并不大, 纤细的流畅线条, 勾勒出抽象画的玫瑰形状, 非常适合我, 柜台前的人笑意盈盈, 你眼光真好, 这条本店独家设计的项链, 整个城市只有两条, 都是今早刚到的, 哦还有, 您的女朋友真的是好漂亮啊, 阮东阳听前面的话, 脸上都没有什么表情, 淡淡地保持着对人基本的礼貌, 一直听到最后那句, 她才笑着抬起头说, 嗯, 她已经是我的未婚妻了, 我, 我心里虽然高兴地撬尾巴, 但我不说, 嘻嘻嘻, 转身离开的时候, 我似乎看到身后有一缕熟悉的白色闪过, 不过我并没有再多看一眼, 有阮家主办的宴会当天, 我依袭红裙经验四方, 没有人主动认出来我是陆赵南的前妻, 毕竟扮相实在是太不一样, 即便有人认出来了, 也并不敢在我和阮东阳面前说这件事, 不过或许是因为我的骨髓里刻着狗血二字, 才刚进宴会厅没多久, 我挽着阮东阳的胳膊, 没走几步就撞见了陆赵南, 以及挽着陆赵南胳膊的宁知青, 并且我看到了宁知青脖子上的那条项链, 与我脖梗上一模一样, 陆赵南看见我时, 先是错愕, 随后, 不甘又极度的目光像是要将我穿透, 我无一语之交谈, 拉着阮东阳, 便要走到一边去吃茶点, 阮东阳似乎是比我还着急, 拉着我便往更远处走, 到了无人知的地方, 阮东阳突然俯下身, 掐住我的下巴深温, 我气喘吁吁, 脖梗上满起通红血色, 喘息间问他, 你你怎么了, 看见陆赵南我没法没有怨气, 他眼皮抬起, 毛子深深, 还有, 后悔, 昨天我应该把两条项链一起买下来的, 我笑, 啊, 其实我昨天在商场好像看到明知青来着, 不过没仔细注意, 我没看见他呼吸粗重起来, 用手拖住我的脸, 额头与我相抵, 我不喜欢有人学你的样子, 或是和你用一样的东西, 嗯, 我轻轻吻他, 阮东阳, 我都不在意这个了, 你更只爱我就好了, 我已经不再在乎其他人了, 嗯, 只爱你, 他抬手看了一眼表, 我要去见一些家里要我见的人, 不是特别熟, 你要一起吗, 我摇摇头, 我在这里等你吧, 他温柔地吻了一下我的嘴角, 好, 等会我结束了, 来带你去见父母, 嗯, 阮东阳走了几步, 转身突然叫了我一声, 阿妩, 我一愣, 他笑了, 很多年前, 大概是十三年前吧, 我那个时候十岁, 已坐在家门口对我说过, 希望你以后的丈夫能够这么喊你, 因为你觉得这样叫很好听, 我笑得更加洋溢, 笑着笑着, 眼中却又热泪盈眶, 似乎是数年的悲喜都不再有何所谓, 所有的愿景都已经实现, 该有的都在手中, 从未如此的踏实和安全, 好, 那你以后, 要一直这么喊我, 阮东阳离开后, 我随手在台子上拿起一杯红酒, 颜色很润, 摇晃之后的杯壁很稠, 是好酒, 我仰头轻轻拧了一口, 在阳台的阴影处缓缓开口, 陆罩南, 这样其实挺没意思的, 晚风卷洞落地帘的一角, 我盯着暗处许久, 他才缓步走出来, 手上拿着一杯和我同样的红酒, 我没什么意思, 陆罩南说, 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 问吧, 我看了一眼刚才阮东阳离开的位置, 别让阮东阳等太久, 陆罩南眸子一按, 随即失笑, 江吴, 你心狠下来的时候, 真的好狠, 过脚, 江吴, 我想问, 如果哪天我没有去敏兰找宁之亲, 而阮东阳这个时候找到了你, 那么, 你是会愿意跟他走, 还是继续留在我身边, 他抬头的时候, 我才发现他又红了眼眶, 我离开之后, 每一次他的眼眶都是为了我红, 但我却再也不在乎了, 你会跟他走吗, 他又问了一遍, 不会, 我摇摇头, 陆罩南, 你如果真的用心了解过我, 就应该知道, 这样的问题, 根本没有任何问的必要, 因为你已经是我的丈夫,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被叛你, 这是我应当的责任, 而我再是你妻子的那五年时间, 一直在好好的爱着你, 陆罩南, 人可以分心, 天性和本能作祟而已, 但不能背叛, 我喝光手中的红酒, 朝他抬手示意, 举了一下杯子, 隔空碰了个杯, 走了, 阮东阳还在等我, 我笑笑, 陆罩南, 这一次, 是真的和你说再见了, 以后, 好好对宁知青吧, 我转身离开, 不要再第二次伤害一个无辜的女孩子了, 宁知青什么都没做错, 他和你一样, 有属于他的遗憾, 我走到转角处, 果然遇见了阮东阳, 结束了, 他牵起我的手, 最后一次了呀, 再有下次, 我跟他当着面翻脸, 嗯, 我笑着挠一下他手心, 作为安抚心情从没这么好过, 我们走吧, 其实我走在路上, 心里挺紧张的, 毕竟我是结过婚的女人, 过去的背景也很乱, 一般情况下, 阮家绝不可能接受我, 我想过逃, 但我不能放弃阮东阳, 他都没有放弃, 听什么我不跟着搏一搏, 我心里排想着, 见到阮东阳家人的说辞, 但别墅内部的房间大门打开时, 我看见的是一张张善意的容颜, 坐在中央的那位男性长辈, 面容冷俊, 虽眠事已高, 却依旧身姿挺拔, 想必是阮家已经退休的老爷子, 站在老爷子身边那位看起来四五十岁的, 想必是阮东阳的叔叔了, 他站起来, 你就是姜吴吧? 是, 我之前见过你的, 很有礼貌的一位后辈呢, 当时就很喜欢, 并且觉得, 应该是一位很不错的小姑娘啊, 我, 我, 我看的那张脸, 这不好是曾经把那条改变我人生诡计的白棉裙, 送给我的那个人吗? 从没想到能以这种方式再见面, 感谢你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对咱们阿阳的照顾, 阮叔叔笑道, 也麻烦你, 以后多多担待他了, 他若是欺负人, 尽管和我们任何一位长辈说, 我, 我这个我, 知误了半天, 啥都没知误出来, 我以为的那些刁钻刻薄, 咋全都没有, 我连砸在我脸上的一个亿, 那句离开我们阮家的人都准备好接受了呀对, 不卑不亢的台词也都已经想好了呀对, 阮东阳倒是看起来并不惊讶, 他悄悄捏了捏我的指尖, 还刮了一下我手心, 痒丝丝的, 我突然便释怀, 阮东阳那么美好的人生, 他的家庭又会刻薄到哪里去呢? 总不能认识了陆赵南和宁志青, 就把所有的大家庭都往那个方向靠了, 阿阳把所有事情都跟我说了, 江小姐, 你也不必担心流言蜚语, 我们阮家不跟其他家庭有很多利益牵连, 阿阳想娶谁, 都是他自己决定, 我们不会干涉, 阮老爷子点点头, 因为很久以前保姆疏忽, 我们找了这孩子十几年, 可从来不是为了让他回来受苦的, 我真的很开心, 但鼻头又忍不住酸涩起来, 一切都太好了, 现在这样, 什么尝过的苦都值得, 不是吗? 别墅顶楼, 身下是一片灯火通明, 我和阮东阳站在最高处, 俯瞰下边的夜景, 阮东阳突然松揽我的手, 然后从西装外套里, 拿出一个精致的丝绒盒子, 我,阮东阳, 你, 他抬起手指, 做了一个虚的动作, 别说话, 看着我, 我晋升,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 我就喜欢你了, 那个时候, 我还没有明显的那种, 关于未来的意识, 只知道隔壁的姐姐对我很好, 要是一直能在一起就好了, 我不觉得我是个聪明人, 但是我很努力, 那年知道我是阮家的人时, 也没有直接跟他们回去, 因为我不想打破我们之间的平衡, 那年我才十八岁, 我满脑子都是你, 你走了以后, 我安顿好养父母, 回到阮家, 出国读书, 借助阮家的人脉找你, 我真的找了好多年, 终于遇到你了, 还好, 五年不长也不短, 你在这里,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在我心里, 江吴永远拔得头筹, 是我阮东阳的第一, 也是唯一的选择, 所以, 阿妩, 嫁给我, 好不好, 阮东阳身着黑色西装, 捧着戒指, 站在我面前, 缓缓单膝下跪, 她的身后, 是漆飞夜色里, 大片的星子漫漫, 晚风寂寂, 浪漫的月色映在她眼眸里, 像是融进了荡漾的湖泊, 这样的心动和期待, 教人如何能够辜负, 好, 我说完, 笑着看向她, 只一眼, 跌进她眼底, 此生, 便再也一步开眼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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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